Hello,大家好,我是上海大学广告系的小汤 今天呢,不想跟大家分享校园经验或者学习类的干货 今天想要跟大家吐槽一下 这次9月份开学以来上海高校的奇葩疫情政策 就以我们学校举例 因为据我所知,上海高校除了较大和复旦之外的防疫政策应该都非常的奇葩 首先来聊一聊我们学校非常奇葩的进出校制度 我们学校现在推出了一个叫做上大蓝马的东西 就是它分为进校和离校两块 就是只有当你马是蓝色的时候 你才可以就是正常的出入学校 它呢给我们设定了一个实现 因为我们每个校区都会分成几个片区 比如说我们延长就是有三个片区 你在每个片区流动的限制是30分钟 如果你超出30分钟就会被判为离校 你就得重新拿着核酸报告来申请录校 这个30分钟真的很形式主义啊 因为30分钟毕竟我们是离开了校园 也可以接触到大量的社会人员 完全有可能使我们接触到新冠病毒 并且又再次进校后传染给同学 另外一点就是30分钟你觉得我们可以去干嘛 所谓这种相对的自由 我们连吃饭都来不及 尤其是在地区这样周围没有小饭店的情况下 我有一个同学甚至因为出去帮上位返校的同学 打印必须的学习材料 而迟到了一两分钟它就又被阻隔在学校外 不能进校又得重新申请 这样的制度真的是非常的奇葩和不合理 另外一点就是礼拜推出的每日一次离校机会 就是它相对宽松了一点 不像在封校这样 每天都会给你一次你主动申请离校的机会 然后当然你还得再申请录校 那么这个机制就非常的混乱 我在这里体验了一周多这个离校一次的申请机会 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已经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在我的学习上 我反而要天天在这跟他搞这个混乱的机制 我每天要疑惑我到底这个算是离校了 还是我要重新申请 或者说我申请了几次我还能不能进校 每天都得为这些事情纠结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广西的同学 我和他关系挺好的 然后他是今天正准备返校 他现在在回学校的路上 然后我们已经半年没见了 就想着利用这个每日一次的离校机会去校外约个饭 因为现在学校的食堂也没有开放堂食 结果但是因为我现在在校内 我就不知道我现在申请进校了之后 他会不会和我身处校内的这个状况 而互相抵冲掉 然后我的朋友呢 他是同时申请了离校和进校 就导致他的上大栏码两个码 同时都变成了红码 他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在回来的地铁上 但是他就不能进校的情况 就是让人非常的疑惑 所以我现在也不明白 这个每日一次的出校机会 到底是为了给学生更宽松的生活条件 还是说来增加我们的疑问 他能不能为了学生真正的考虑一下 把它变得更加的通人性 更加的合理和方便呢 当然这个进出校制度 还有很多可以吐槽的点 还有很多奇葩的案例 但是我今天就不一一举出了 因为要说出来 我觉得说一个小时都说不完 接下来就来谈第二点 就是我们学校还没有开放堂食 这真的很麻烦 开放堂食有两点非常大的坏处 第一点就是 虽然它允许我们去打包 但是对于像我G2这样 离西区食堂比较远的同学来说 可能等我从食堂打包 拎回到我的宿舍 饭菜都已经凉了 或者面食类的 粉丝类的 它都已经拖了 那我的就餐体验感 岂不是就非常的差 第二点就是 既然我们选没有办法去食堂吃 那大多数同学肯定就选择会点外卖 我现在生活基本上已经变成了 顿顿都要吃外卖 那这样的币处 第一点就是会提高我的生活费 因为在上海物价是很高的 我每餐点外卖 差不多都要达到20元以上 那就直接一下子升高了我的生活成本 第二点就是加重了阿姨们的清扫成本 尤其是在教学楼内的 因为学楼内因为它没有这么完全的分垃圾的系统 所以很多同学可能就 而且因为教学楼的垃圾桶比较小 就必须放满了就可能得堆在上面 干湿垃圾也很难进行一个分离 因为中午我们没有办法去食堂吃 所以大多数同学可能还是会选择点外卖 这样的话阿姨就要花很多时间来帮我们分开这个干湿垃圾 还要去处理那一堆是剩下的打包盒 可能是对我们同学本身 或者说对于后勤的工作人员来说 都严重的加重了我们的负担 我据说明天学校食堂会开放堂食 我希望是真的 不要再让我们继续被迫点外卖了 虽然我知道疫情之下大家都很无奈 但是也没必要这么不把大学生当人看吧 就是学校如果是合理的防疫政策 我们也能理解 但是请不要给我们层层加码 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如此困难 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集中于学习生活上面 差不多就这样 拜拜